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期权报局》 又到今个星期最后一天 星期三的时候跟大家讲到 简单点说,市场上基本上受着特朗普一个人的言论 而影响到市场上下落 直到市场突破了三个人之后,就爆了东西向上 接着市场上比较多人说 现在出现了一个类似箱底的情况 这个,屈下来箱底 突破了三个人之后,去到这里 这个颈线是一个相对性的比较重要的阻力 正式确认这个阻力,市场有机会再继续向上挑战 今年顶位大约33,500点这些位置 期指来计 但是通常来说,在未正式确认向上突破这个 黑色这条颈线这个位置 期指来计就是31,786点 未正式确认这个突破这个情况来说 这个颈线,反过来想就是一个阻力的位置 所以你会见到市升到上去,这个颈线的位置 冲上一个回套 又或者是技术分析的说法,叫后抽是很正常的 市场上来说,普遍倾向,扣抽完之后 市场都会再破底向上 我自己来说,策略上来说,都是那一句 例如,星期三的时候跟大家说过 就是说,当市夹到上去这个颈市31786点 的情况下来说 就同时计线两边 因为怕它假突破 万一它不是向上走的 向下走的 我将线扣抽的,我都可以有做保险 这个简单来说,策略就是这样 第二,当线两边之后 如果市再继续向上 我确认向上突破的话 就再追加多一张non-call 就变成两call uproot的策略 简单来说,星期三就是这些东西 那现在 市回来过了两天 又怎样呢 首先 这几天如果用期指图来计 其实都是在这个区间 培回 期指图来计就是31051点 至31714点 这个区间培回 那说真的 市现在是处于这些区间培回来说 就 没什么好炒的 说真的 除非 你跟我说,你炒day trade 那 始终 day trade 这件事 你涉及到有一些叫做 即市的期组 而那些所谓期指即市的技术 是免得的 我还可能我都真的 不那么想在公开的场合 免费地周围 周围说 因为始终这些是日日搵食的工具 但是你 这几天来说 我自己觉得 day trade 是不难的 但是如果你不是day trade 的话来说 那 在这些情况下来说 是有些难度trade 因为其实市是发上发落 没有一个明确的趋势 所以来说 我在这些节目上来说 刚刚星期三都和大家说 那个市里等它正式 至少突破了这个区间 向上的 至少 升串了31714点以上 才找位去拨 就会直拨率 好一点 因为在现在这些情况 你自己想想 这些情况下来说 你可以做的就是忍受 现在先说 恒生指数图 恒生指数图 这个是市面上比较多人看的图 因为普通人 正常来说 不会看期指图 通常看恒指图 最多人说的 现在市面上的报纸 雜誌 所以先说是羊竹 先说羊竹 就是说羊竹 就是你会见到这里 空心的 就是红色 红色线 中间是白色 那些空心的阴阳竹来说 这个情况下来说 空心的阴阳竹的意思就是 即日的收市价比即日的开市价 高 就会是空心的阴阳竹出现 即是阳竹 我们叫做 如果即日的收市价比即日的开市价低 例如3月5号这一棍 对下来来说 这样呢 就会出现一个阴阳的状态 现在市面上 比较多人说 主意来说 有两个位置 第一个位置就是说 1.2.3.4.5.6.7 以恒新指数图来说 连续七日 你会见到 是一个空心的阴阳的状态 即是阳竹 反映的 市场相对性来说 是比较强劲的 因为无论市场是高开 又或者低开都好 最后 收市价都是比即日的开市价为之高 所以反映 即市来说 那个买盘是非常之强劲 这个是现在市面上开始被人说的 比较多人说的 第二个点 就是说 你会见到 这几日的市 在这里 这些位置 徘徊都好 你会见到 最近 1.2.3.4.5 连续5日 就是由今个星期一至今个星期五 连续5日 收市价 都是成功站在绿色 这一条 五十天二度平均线以上 那这两个观点 是按在市场上相对性来说 比较多人说 就令到大家都会觉得 市场迟早都会 向上突破 如果以恒生指图来说 颈视图就是这个位置 31798 向上突破这个位置 就是多人说是这样说 那你说 将这幅图变回旗指图来说 旗指图是 图就差不多了 数字有少少不同 不过不同的地方是 恒生指数道 1.2.3.4.5.6.7 连续7日阳足 但旗指图不同了 1.2.3.4.5.6.7.8.9 是连续9日 触现一个阳足的情况 都是那个 反映市低相对性来说 比较强劲 无论你的口高开 或者你的口低开 或者怎么开都好 那即使来说 往往是低位 会出现一个买盘的存在 令到市场 最后都是期望 当日的开市价以上的 那 那这个现象 同时间来的 都是站在绿色这条线 就是50天平均线以上 最近这五个9日 那 令到市场上 就是你套下思路去想 市场上觉得 市低很强劲 近日来说 就是绝对性 是所有东西都显示到 好像很帥 就站在一些 主要平均线上面 市场上 这些人都会觉得 市低很好 但是在这一个 情况下 万一 万一 那些市没上升 而向下 跌穿某个 支持的位置来说 它向下 杀瘡的动力 就很强 为什么呢 它造就了一个假象 令到全世界都觉得市场好像很帥 当向下跌穿某个支持位 这个位置一跌穿 就有机会散得很厉害 所以我之前就强调 譬如我做浪普的 我会倾向 张瘡普 一做的行驶 会选择得软一点 就是提防它 一不杀下去 一杀下去 就会杀得相对性的比较厉害 就是这样 那现在 之前我提及过 就是说 博个市 起码 要站在这个区间以外 例如 成功站在31714 起码升到上 31714以上 先博 突破 那时候坐在两边楼的策略 但是你会见到 市现在在这个区间 其实坐上坐下 都好一段时间 那 最主要原因 是因为 首先 特朗普傻的 你现在见到 那个市场基本上 受着特朗普的言论 而飘上飘落 那 说真的 特朗普会说些什么 不要说你和我 iBanker 大户 个个都不知道 那你不知道 我又不知道 大户又不知道特朗普 会说些什么 令到市场上的情况下 来说 没有一个很有信心 做trading 做trading的直播 机会出现 那这个市场就是牛皮 很简单 第二 有些什么 令到 有机会令到 市去打破这个局面 在香港的情况下来说 现在right now 成哥 又开记者招待会 他退休 你不退休 我相信 现在应该没有人会看这个节目 大家在看成哥说什么 这个也有可能令到 就是 市在下个礼拜 开始有机会打破僵局 第二 就是说 下个礼拜中 联储局会公布议息结果 那这两个因素 有机会令到 最近 这个牛皮的局面 有机会出现 改变 所以 你问我 我自己会倾向 就是两面狼的策略来说 如果 市一直在这个区间 没有出现一个突破 但是 如果去到大约 下个礼拜 二、三 这些位置 都仍在这个区间的情况下来 我说 我那时候 觉得在这个区间 都抵驳 做两面狼的 OK 一来养三波幅 相对性能量比较偏低 那这个 如果你说恒指波幅指数图 曾经抵过去 大约16这些位置 是假的 因为如果有来回异期权 而言 期权有口错价出现了 就令到恒指波幅指数图 有口假突然抽下了 这是假的 那 现在都是偏 大约是 20这些 20至21 这样的位置 徘徊 不是说超便 但是 中间的位置偏低 那 OK的 所以 如果在隐身波幅 又不是说特别便宜 就是不是说特别贵的情况下来说 再加上来说 随着市场在这些位置 还行了一段时间 那 诚哥 退休 否退休 这些因素 逐渐明确 下个星期的中 又公布联署局议息结果 在下个星期的中 公布联署局议息结果 支持 大约 星期二三这些位置 如果市场在这些区间 我觉得抵博 两边浪的情况 但是 留意一样东西 就算是两边浪 嗯 刚才我刚才说 解释了 市场好像很强劲 但一刷下去 可以刷得很强 所以如果你问我两边浪 的话 浪购的话 首先你下个星期 一定是月中之后的情况 那免得的 还可能不会算太远 行使价 如果你做职业分 三月份的浪购 那三月份的浪购 我都是博价四百点的期权 我觉得我个人建议 但浪购的话 因为是提防 他一刷下去 突然间刷得 相当的性格比较劲 那一刻 所以浪购呢 你可以算得隔外 远一点 例如浪购 浪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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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百点等 去做一个买保险的动作 去拨爆 你可以这样拨 如果下个星期 二三都还不出现 这样的情况 那未到下个星期二三之前 那我都是那句 暂时来说 就等个市 等个市正式突破 这个区间以上以下 我觉得才开始 是等去找位去 等个市出现明确的方向去拨 会比较稳较少少 那我自己倾向 我都是那句 如果 未到下个星期中 那 譬如下个星期一 那我市突然间 不知道因为什么原因 爆到上去三百一千七百一十四点 有上的 就遵循之前一路讲的策略 浪购加浪购 不过 如果下个星期一去拨 浪购我再强调 我不会选择加我六百点 那我会选择加我四百点 浪购的 我会选择加我六百 或者八百左右 这样的位置 我会倾向是这样 那如果市 因为什么原因 突然杀下去呢 那你就看了 因为呢 其实呢 在礼拜三的时候 和大家做节目的时候 说真的 我觉得比较 稳定一点 后来去捞 那时候是说 去到 三万零七至三万一 这些位置去捞 我倾向就是在下个 这个裂口的位置 那在昨天来说 我说呢 星期四 曾经堆穿了 星期三那天的低位 那 但是呢 我经常说 即使来说 你最起码在头的十五分钟高低位 你会见到 星期四的时候 头的十五分钟高低位 没有向下跌穿 那个低位没有向下跌穿 夹穿 头的十五分钟高位 接着市场就爆上了 一样的原则 我刚才所说 这个市场在这个 旗子里的 31051至31714 如果向下堆穿31051 你稳定一点 你可能看起来 头的十五分钟二十分钟低位 如果连十五分钟头的十五分钟二十分钟低位 这些位置都被摘穿 你的脑里面 你想什么呢 他有心的准备 向下 穿这个环球区间 如果穿了这个环球区间 有机会 当日呢 就会出现一个阴烛的情况 如果 当日真的阴烛收市价 而收市价收在31051 以下呢 小心这一下 刹下去会刹得比较大 劲少少 连30741这个位置都穿了 有这样的可能性 那问题来了 如果你等个阴烛收市 收穿31051的话 可能已经是太迟了 虽然你能收市已经知道是阴烛了 不用等收市后 但是那时候就太迟了 所以就可能会采取一个偷布的状况 偷布的意思就是说 他对穿31051 再看多一会儿 可能等多20分钟 去到期止9点15分开始 9点35分再看 咦 那里出现了高低位 而这个低位都对穿了 你就假设那天有机会出现阴烛 假设了 那你事又出现阴烛 你就英俊了 perfect 没有的 就是看错了 那你偷布浪扑那个 你就只蝕了 那这个也是 偷布浪扑的策略 如果站31051 留下 再对穿 头的20分钟 我有机会都会考虑 短炒 建议大家去试下做 细细住 偷布浪扑的策略 如果他站31714 以上的话 那么 都是遵循之前的策略 两边浪 但浪扑不是加到600 是加到400 我强调 那么最主要的策略 是这样先留意 那么 那么 重点策略 我都是会留意 等下个礼拜 我想 联署局公布议息结果之前 那样 才开始 市场慢慢逐步明确 说到市场上去做 现在就 想定有些什么构思 那大家看位置 再去做事 那么我今天就和大家说 就先说这么多 下个礼拜一十九号 三月十九号 就再和大家继续 OK 多谢大家支持 再见 拜拜